另外在南宇湘的鸿头村 有一位江姓民众在码头附近 自往捕鱼之后失去了踪影 经过报警以及相关海巡单位的搜救 将这名江姓民众救起的时候 已经没有声明迹象 南宇湘鸿头村一名江姓民众 在一号上午与有人一同到龙门港附近 放置鱼网抓鱼 但是在下海之后 有人一直没有发现江姓民众 于是在11点左右通报119求救 南宇消防小队立即赶往现场 抵达现场时江姓民众已经没有声明迹象 但仍进行急救 并且立刻送往南宇卫生所急救 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抢救后 仍然回天法术 12点10分宣告急救无效 接下来由海巡开原港安检所 造请台中地检署相验 记者韩起轮 廖婷娟 南宇湘鸿相报导